顾世尊 释迦牟尼佛 附诸弥勒 等 左大守护 交代 弥勒菩萨 那为什么 弥勒是将来 要到这个世界来称佛 大踏实 娑婆世界 这一个大节里面 一千尊佛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 弥勒是第五 弥勒佛到这里来称佛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个 没有佛出世的时候 诸位念过地藏经就晓得 释迦牟尼佛 祝福地藏菩萨 在他灭度之后 弥勒还没有来之前 这个世间苦难众生 完全交给他来度脱 地藏用什么法门 用孝亲尊师 这就是地藏法 孝亲尊师 是设法如来 所设一切法的根本法 这是根 现在社会乱 众生很苦 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舍掉了 现在人 不知道孝顺父母 不知道尊敬师长 父母思长的教诲 他不能接受 这是什么原因 父母思长教他太少了 电视网络教他太多了 他更多的去了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小孩 扎根的教育 不深 不行了 特别要重视的扎根教育 古时候扎根 三年 小孩出生 到满三岁 这个三年 是最重要的 关头 这个三年 要没有把根杂好 以后就很难了 为什么 他定性 古人有一句话说 江山 一改 本性难移 三年的习惯 取代了他的本性 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你越想 越有道理 二 孩子 越小 越要严格的 管教 为什么 他听 让他养成习惯 这个习惯 养成了 他将来能接受 圣衣仙的教会 所以现在圣衣教 虽然慢慢在推动 启动 效果 还有一段时间 才能够看出来 这个启动 绝对不能守护 要虚心 谨慎 推动这种事情 推动的人 要明白道理 凡事 不离开因果 今天社会的现象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那也是苦 更前 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产生 要往上推 把源头找到 源头就是笑道 你看看 释迦牟尼佛 灭脱之后 为什么把 教化众生的使命 委托给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为什么不委托他 温殊菩萨的智慧 也不委托他 原因是什么 地藏菩萨代表笑 原因是他死地 退一万步 那个根发现了 根就是笑 笑没有了 一切都崩溃了 这样有效 慢慢会累积 那无声闲闲的教学 才能够恢复 事发方法 都是建立在 小道的基础上 不能不知道 这是父主 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是接班人 他将来做父 必定弘扬 进度法门 因为进度法门 是释迦牟尼佛 特别祝福他的 做大守护 老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